最近跟很多电动车的车主聊天 不管是特斯拉车主还是其他品牌电动车的车主 给我一个比较真实不带滤镜的反馈 就是有一点不太想继续再购买电动车了 我对这个结果一开始表示部分诧异 但是随后也表示部分理解 主要是想把这些思考和对话分享给频道的朋友们 当然了我们这个群体主要是北美 相信如果这个对话发生在国内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今天就简单聊一下 为什么在这么多补贴优惠政策的扶持之下 北美这些车主还是难以继续选择电动车呢 先从我自身说起吧 我从2020年购买了第一台电动车 特斯拉Model Y 不能说是最早的一批原韭菜 但也算是相对较早的人群了 起码在我当时的群体里面的圈子里 算是为数不多开电动车的人 当时Model Y刚发布我就订了 几个月后就提了车 当时我人还在西雅图 一个相对比较接纳电车的城市 随后也拍了一些视频 也创立了现在的频道 20年买电动车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政策优惠 当时特斯拉的联邦退税补贴已经用完了 周也没给什么奖励 充电桩的安装也没有补助 更没有什么电力公司的减免的措施 当时买特斯拉纯是一番热情 随后21年还经历了原材料的上涨 供应链短缺的一系列因素 导致电车的价格一度飙升 不过那时候大众好像对特斯拉的热度还是蛮高的 没有任何的减退 还记得当时的引荐新车主购买一台特斯拉 会奖励1000英里的免费超级充电 虽然只持续了十几个月就取消了 不过我回头看了当时的推荐记录 当记录在案就有110台以上 甚至二三年 我接近还有7万英里的免费超级充电桩 用不完然后到期归零了 随后大家应该消费者都看到了 退税的补贴再次回归 更多的车型也加入了可以退税的行列 特斯拉的价格也是一路的下跌 那些二手车贩子最怕的就是说特斯拉了 因为可能没过两个月 新车就降价让他们无力可图 除此之外 其他的一些老牌的汽油车品牌的电动车 也是雨后春笋一般的疯狂的推进市场 奔驰 宝马 奥迪 保时捷 什么福特 日产 现代旗亚 丰田 先后发布车型 且在22年23年迅速下线 有一说一 如果去4S店里稍微对语一下就知道 如果没有大额的促销 又会补贴 真的有点难以下手购买 稍后我们再展开讲 再讲回现在的北美电动车销管特斯拉 现在买特斯拉 部分车型除了送超充 送免费的FSD自动辅助驾驶之外 随着美联储的降息摆上钉钉 特斯拉也是提前降低了贷款购车的利率 Model Y Model 3最低来到了1.99% 比过20年买车的时候 美联储利率几乎历史最低的2.49%还要低 上两个月还是说8月30号截止贷款的折扣 但是刚看官网又已经延长到了9月30号 不出意外 随着美联储降息的一步步实施 特斯拉的优惠的扶持 大概率也是会继续加长 甚至有可能加大力度 特斯拉还在上周 把他们的更新了 他们的引荐机制计划 之前停了一段时间 新的机制我的评价就是一句话 不是非常吸引人 但是比没有强 从之前用积分来兑换商品的商城的制度 变成了推荐10个人 每个人购买成功给500刀的奖励 只能用在超充商品维修或者买新车上 通过推荐买车的人可以减免1000刀 其实和之前的变化并不大 从给分变成了给现金券 现金券的用途稍微广了一些 现在可以去修车了保养车子了 但还都是在特斯拉的生态圈内 大家感兴趣可以用我的评论区的链接来订购车子 这也是消贯给全国的统一的补贴和优惠 其他品牌的车企呢 基本上都是丑这种 我觉得是杀鸡瘸卵的路子了 我前段时间去看了这个宝马的4S店 门口停满了这个什么I4 I5 I7 IX 这些车的MSRP就是售价 一个稍微靠自己辛勤汗水赚来的钱的人 应该都是不会购买的 价格不管是和同级别的特斯拉比 还是跟同价格的汽油车比 都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除了宝马之外 奔驰奥迪也几乎是一样 就是正常稍微做过产品对比的人 都没法下手购买这些品牌的电车 于是他们就在租赁市场上下作了文章 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 Audi E-tron GT Lease Special 就是奥迪最酷的电动车 租赁的特价 有可能来到600到700刀一个月 如果你去店里 还可以谈到更低的优惠 还有更好的配置 宝马的I7 一个11万刀 甚至最高的配置 17万刀的这么一个车型 通过租赁 你甚至可以拿到一个月 1000刀以下的折扣 当然了 这个利子里面的水很深 商家可以通过很多的手段和方式 条件你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折扣 简单来说 因为租赁电车 你其实并不拥有这台车 所以联邦退市的7500刀 车企是代替你领取的 包括其他州的优惠 还有退税 回扣奖励 这些车企也是可以赚到的 除此之外 他们还可以通过税务局的 加速折旧 来更好的减少他们的税后收入 对于消费者可能感觉不到 但是他们可以给你更短的这些租赁合同 或者减少一些配置 或者减少一些保养 增加一些首付的方式 让你每个月的付款 觉得看起来很吸引人 大部分美国消费者 其实看的是每个月的支出 而并不是看到你 到底拿到了多少的价值 OK 讲了这么多电车的优惠 还有折扣 那么这些车主 为什么不想继续了呢 我简单说两点 大家仅供消费者参考 我昨天去了 Newport Beach旁边的 Fashion Island逛街 看到了这么一幕 就是在商场停车场旁边 有几个Electrify America的充电桩 这个就是拜登政府 大幅补贴的很多电动车 都在共享的充电桩 一共为数不多的几个充电桩 还坏了一台 用不了 然后就是比较长的队伍 甚至商堂都知道 这是一个常代 还特意做了一个牌子 说你们充电 要在这边排队 不要挡着其他的车通行 可以看到 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区域 停着的或者排队的车 都是这种奔驰宝马 不错的车型 电动车型 如果看售价都不便宜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 Electrify America的充电速度 像视频里这种 最快的充电桩 350千瓦的充电桩 将视台里 现在出现的 宝马IX 从10%充到80% 大约需要35到45分钟 充满 大概需要75到85分钟 他们不像特斯拉车主 基本像在这里 坐在车里充电 在这个广场上 基本上都去逛街了 对吧 那就是奔着至少 一个小时起步充电算的 最后我有多事 去问了一些后面排队的车主 我说咱们大概每次来充电 要排多久 他就说 我现在在这个车位 至少30分钟到一个小时起 在我后面的位置 基本上就别排了 可以去找下一家充电桩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车主 还选择来EA来充电呢 因为他们大多数买车的时候 就送了免费的EA充电的配置 这个package 对吧 而且很多人 他其实并不具备在家里充电的条件 所以他只能来这充电 当采访了大多数车主的充电体验之后 得出的反馈 基本上就是真的想换回油车 不过像这些品牌的大多数 已经在和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网站 谈合作 有的已经兼容了 有的像奔驰宝马 奥迪可能要到25年才会加入 希望那个时候 现在这个充电状况会好 那么一丢丢 那么咱们就说回 特斯拉车主的充电是怎么样的呢 说实话 跟其他的电子车比起来 真的是好太多了 不过还是有一些拆强人意 在加州 有些充电桩的费用是非常的贵的 可以达到惊人的0.6美金一度电 咱们拿一台Model Y来做例子 它这个电池是75千瓦时 充80%的Model Y 差不多按照数学算 是需要支付36美金的 一台Model S是100度电 充80%差不多是48块美金 加上特斯拉 这个世人皆知的虚高的这个表显 你就知道这30到40甚至50美金 几乎带你跑不了 就是实际它显示那么多的路程 如果你不能在家充电 或者不得已赶上这个高峰 充到这么贵的店 算上这个衰竭的虚高的高速续航 那你真的可能花费不比一台油车要便宜 即使在加州 这个非常鼓励电动车的一个州 充电桩都不足以让大家满意 甚至将来即使用上特斯拉 更加广泛的超充的充电桩 价格却会让人望而却步 所以在和很多车主的聊天 普遍后的结论就是 油虽然不便宜 但是考虑到省事来说 还是比充电要强的不少 除了充电之外 另外一个比较头疼的因素 就是残值了 二手车商其实最怕收的车 就是二手特斯拉 或者是其他的二手电车 你随便找一个二手车贩子 他大概率都是会这么告诉你 别说普通的Model 3 Model Y Model S Model X 就连最新的Cybertruck 也就在火了几个月之后 基本上车商都是无人问津 二手车商收回去 除非有非常好的折扣 不然他大多数都是 评出或者赔钱出售 然后告诉自己 尽量少碰这玩意儿 各位在座的车主 在卖车或者置换的时候 应该不会反对我以上的观点 当然了 这也不能全怪特斯拉 特斯拉在电车里 其实算是保值的 其他品牌的电车 即便你是奔驰 帮帮奥迪 哪怕是保时捷 都卖不出什么价格 你去看看二手TICAN的价格 可怕的是 现在还并没有到 大规模租赁的车到期的时候 就等刚才我采访完的 那些车主想放弃的时候 当那些车大批量的 充斥到市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 二手电动车的价格 将会有更大的冲击和影响 以上都是个人的想法 以及跟许多车主交流之后 得到的经验的总结 这里并没有贬低任何这个车系 或者是什么派别之类的意思 如果你恰好拥有加冲的条件 或者呢 刚好可以很好的享受 这些政策上的优惠和折扣 一台车可以开到报废 不用考虑太多残职的人群 那么这期视频可能帮助你更好的 这个确定了你买电车的信息和计划 但是如果以上的一些痛点呢 你是一想到就头疼 那么也希望这期视频呢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做未来的决策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看完再赞要查完关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